在我国西藏的最南部有一个直插印度腹地 位于三国交界的亚东县位置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在我国西藏的最南部 有一个面积与青海湖相当的特殊的小县城 它位于中国印度布丹三国交界处 像一颗钉子一样直插印度腹地 它就是亚东县 一个仅有1.5万人头的齐特小镇 那么这个形状齐特的小县城究竟有多重要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三国交界处的亚东县 亚东县是位于我国西藏日喀泽市东南部的一个小县城 面积约为4240平方千米 北部于港八县白朗县康玛县相邻 整体像一颗钉子一样跨过喜马拉雅山脉 直接插在印度与布丹之间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横贯东西 亚东县形成了北低中高南低的特殊地势 北部相对比较平坦 但是海拔较高 气候寒冷 降水稀少 跨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地区 海拔相对较低 属于亚热带半湿润季风型的特点 气候温暖湿润 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上 土地也比较肥沃 因此 亚东县形成了北部草原 南部森林的奇特地理景观 由于地处高海拔地区 氧气稀薄 环境恶劣 不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亚东县人口也仅有1.5万人左右 其中适应高原生活的藏族人口高达1.3万人 亚东县远距我国西北边疆地区 与我国内陆相距甚远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偏远小城 就是这样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城市 却是我国的战略要地 西藏南面的真正门户 亚东县东西被布丹和印度夹在中间 由于青藏高原 以及喜马拉雅山的阻隔 与南部地区的交流 其实十分困难 而亚东县的存在 给中国印度布丹之间的贸易往来 提供了便利 位于乃堆拉山口的亚东口岸 是我国西藏地区 通往南亚的四大口岸之一 更是中印贸易的重要通道 因此要想进入西藏 除了通过青藏铁路之外 从印度借道穿过亚东县 也可以成功入藏 亚东县距离日喀泽市区 约为309公里 但是距离印度的西里古里走廊 却只要100公里左右的路程 与西津更是只有12公里的直线距离 贸易往来的便利 随之带来的也是地缘上的劣势 可轻易进入我国西藏地区 历史上 殖民者也多次从此地对我国进行侵扰 因此亚东县也是我国重要的边陲重镇 亚东县距离印度的7寸西里古里走廊非常近 而印度对亚东县更是城 西藏的小江南 亚东在藏鱼里意思是旋转极流的深谷 这是由于穿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部地区 整体地貌是一条峡谷 被称为亚东沟 亚东沟被东西两侧的高山夹在中间 峡谷中有一条常年奔流不息的河流 亚东河 峡谷内风景秀丽 衣衫傍水 远处是挨挨白雪 近处湖光波光连连 绿草如荫 牛羊成群 如此山川美景 令人喜不自胜 因此 亚东县也被誉为西藏小江南 天然形成的自然环境也赋予着它 多种多样的动植物资源 除此之外 亚东县还拥有磁铁矿 水晶等多种矿产资源 水资源也比较丰富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地 虽然一般